前排提醒本期视频极端较真 建议配合上一期长视频进行观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创QE Pro的体验 经过我的测试在揭露MacOS之后 三大金刚键适配没有问题 F5和F6按下能调整键盘背光等等亮度 剩余的F2按键使用的都是HID标准下的通用代码 还有Apple自己公开的键盘代码 适配合力合法按下功能证据 但是F1按下是没有响应的 默认不支持听写聚焦搜索 还有专注模式按键 和给苹果掏过钱的一线外设品牌相比 兼容性还是差了 在我的文章发出之后 我也听到了一部分用户的抱怨 如果你在Apple官方买键盘 会发现只要适配的设备 屏幕尺寸超过11寸 都会和左command键的右边缘对齐 而主打和MacOS兼容性的可创 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总结下可创因为是主打国外市场的国产品牌 用料扎实 在苹果侦探下 能轻松且优雅的支持感觉 配列权 外观更贴合办公环境 在国内外都能够享受良好的售后 所以你如果身在国外 或者对某些配列强烈的刚需 或者需要一个在办公室环境下 外观得体的键盘 那么选择可创是没问题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 这个卫星轴按下的声音也太响了吧 能换一下吗